在佛寨寺的时候,有一个碧球,他看在大众生里面,缺少因办事 但是他说,我现在想要修行,等我得阿罗汉呢,我再为大众生服务 我自己心里真妄想,然后他就用功修行,好,得阿罗汉了,得阿罗汉入定了,就正在入空三媒,无约三媒,无约三媒 这时候释迦摩尼佛就和他说话了,说你以前发心得阿罗汉的时候,为大众生服务 你现在应该做这个事了,他在入定的时候和他说话了 然后他就做真实的,他就为大众生服务,做事情 等到一天,夜间呢,天已经黑了,有碧球来挂担 挂担,那么要点灯啊,不用点灯,他手势一伸,手势就放出光明来 你在那个地方就安排好了,这个事情 阿罗汉为大众生服务,这个事情 为大众生服务,功德是很大的,功德很大很大的 有四个碧球啊,五个碧球,四个碧球 在一个山里边呢,用功修行 修行,当然除加烟就是要脱钵七十嘛 天天从山里面出来,也到聚落去七十 其实从山里出来,然后再回去,也经过多长时间 可能要比我们这遥远,不是一两个钟头能够那么近 可能还有更长的时间 常常这样做,你这几个碧球就想一下 我们为了吃这一餐饭呢,一天吃一餐饭呢,要费这么大时间 就是有问题,希望不要耽误这么多时间 其中有比如说,好,我来,我来发现 我来发现,你们在山里不用七十 我一个人去七十 到城市去聚落七十 然后供养这几个碧球 供养这碧球,这样用功修行啊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碧球呢,这一天在城市里面 一看见一个大国王出来啊 和一般人出来不同啊,那个大威德的境界啊 不同的啊 哎呀,他是国王啊,这么大的威德啊 我将来做国王也不错啊 就是他这么妄想 但是他这样子啊,就是护持这几个碧球这么用功啊 这四个碧球都成功了,得了圣道 他因为没有修事件初步老师来来去去的办这些杂事嘛 他第二圣做国王了 他第二圣做国王了 那几个都是圣人哪知道啊 那圣人是谁?就是药王菩萨 药王菩萨,药善菩萨 还有几个圣人,一共好像四个人啊 那么他这个人呢,他就是庙庄严王 法华经部庙庄严王,平时庙庄严王,做国王啊 一生,一生做国王 没个完的,这国王一直做,就做下去了 但是这个,他这几个,以前的这一个同参,这一个修行人一看 这一生做国王有问题了 有写字写见了 有了写字写见,就要 不能再做国王了,可能要多说苦了 于是乎,那几个修行人哪 一个给他做太太,给他做父王的父亲 另外两个给他做儿子 另外一个修行人,四县成佛,四个人 将他成五个人 这个佛来成佛来以后 他这个儿子,他这两个儿子和他太太啊 是信佛的 就是啊,献种种神通 他这时候相信外道吗 哎呀,你这神通这么大,跟谁晓得呀 他说,我跟什么什么佛啊,晓得 还有你儿子带我也去 好,他的太太,他两个儿子带他去 听这位佛说法国经 得法国三倍 所以就成功了 所以就这个事情 所以为大众生做事啊 保证你以后永久的安乐制裁 不会再有苦恼的事情了 所以按人形的道理也是合理 因为你们用过修行,我就给你保护你们 而那个人修行成功了,他不会忘你的呀 不会忘掉的,一定是挂念你 终究不会将你到什么道理受苦的 一定是这样子 你再问一下 是的 好,不够 好,不敢说